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里走一走 结果到了花里发现比棉花上的要好十倍 所以说这些都是刘姥姥闹笑话的原因 到底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她这些东西都没见过 所以她才会闹笑话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啊 我们用刘姥姥形容那些什么的人呢 没见过世面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说 就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怎么样呀 没见过世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本书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三国演义 那这本书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就读过了 对不对 那三国演义这本书 第一个小朋友记住的知识点是什么 在前面我们写三个字 这本书它是第一部张回体小说 先把它记上 我再来解释为什么 第一部张回体小说 之前我们讲过史记了 对不对 我们也讲过左传了 在史记和左传的时候 我们也讲了两种体 史记记转体 左传边年体 今天又出现了一种体 叫做张回体 张回体是什么呀 不了解 那我们现在啊 就来了解一下张回体的特点 首先张回体 这个张我们不陌生 对不对 我们经常会说第一张什么什么 第二张什么什么 是不是现在我们的书上 是不是也都会出现这个呀 对不对 第一张什么什么 第二张什么什么 但是在这个小说当中 它不叫第一张第二张了 它叫什么呀 它叫第一回 第多少多少回 回和张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在第几回后面 我们每一张肯定也是有一个题目的 对不对 在每一回后面 它是不是也有题目 它可以是一行 也可以是两行的题目 第几回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有一个标题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比方说三国演义第一回 桃园宴请三节一 这就是它的什么标题 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另外在张回体小说的开头 一般会出现这两个字 话说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铁说什么什么 开始就叙述整个故事了 对不对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在每一回的结尾 看你读过的同学 有没有注意过 有这样一句话 你听过没有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什么意思 预知后知如何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故事后边又发生了什么 怎么样 且听下回分解 那你就来看我下面这一回小说 对不对 每一个张回体 每一回他结尾都有这样一句话 这就是张回体小说的什么呀 特点 了解一下就行了 记住 第一部张回体小说 好 作者 作者 罗冠中 这个字啊 把它记住了 罗冠中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 讲的是什么时期 三国时期 那三国时期是一个朝代吗 那它是哪个朝代呢 三国 有三国这个朝代吗 有吗 没有 它不是朝代 它是一段时期 那它属于哪一段朝代 之前我们讲过汉朝了 对不对 汉朝我们说分为西汉和东汉 那东汉是后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三国演义讲的是 东汉末年 在东汉后期 到下一个朝代 就是西晋了 到西晋初年 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段时期 我们历史上称它为三国时期 讲的就这段时期的历史故事 明白了没有 那都有哪三国呢 你知道吗 术 还有什么 曹 为 曹操为首的 魏国 还有一个呢 五 对不对 五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三国 哪三国 魏 鼠 还有 五 哎 你看 我在标出这三个国家 魏鼠的时候 我这有一个什么呀 顶 对不对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顶 同学们看 这个顶有什么特点 三条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魏 鼠 五 这三个国家 他们 就好像这三条腿一样 我掰掉一条腿 还叫三国吗 不叫了啊 所以这个很形象的就表示出了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做什么 三足 什么力 鼎立 把它写在副版书 三足鼎立 就是三个国家之间的历史故事 历史事件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卫国 卫国 谁呀 曹操 曹操 在北方的曹操 蜀国是 刘 北 吴国呢 对了 把代表人物大概了解就行了 把这个词 记住了 三足鼎立 一说 三足鼎立 指的是哪三个国家的事情 历史故事 魏 鼠 吴 三个国家之间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有哪些历史故事 我们从第一回开始说 第一回就是桃园三杰义 那你知道桃园三杰义是哪三个人物吗 刘备 关羽 张飞 你就记住刘关张 对不对 刘备 关羽和张飞 这三个人物 同学们想想 他们是一样的吗 不是 他们三个人物也各有特点 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 刘备 冷静 冷静 爱国皇帝 嗯 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一个怎样的人 想想 有一个故事 刘备 关羽 张飞 他们去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 三次去了 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的故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诸葛亮都没有见他们 这个时候 关羽和张飞已经怎么样了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要进去把诸葛亮给绑出来 这个时候刘备是怎么说的 且慢 且慢且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刘备 她是非常什么啊 有耐心 而且是很宽厚仁慈的这么一个人 不喜欢武力 对不对 不喜欢武力 那关羽呢 关羽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爱用武力的 爱用武力的 她有什么特点 同学们想想 关羽 曹操特别喜欢关羽 对不对 她总是想着让关羽 来我这儿来曹操 这个曹影 对不对 但是关羽是不是说 曹操这么喜欢我 她肯定会重用我 那我就过去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呀 因为她知道 她和谁是兄弟啊 和刘备是兄弟 所以关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特别重 什么呀 重 意 对不对 有情有义的一个人 张飞呢 嗯 这个 彩彩都知道 张飞讲的有什么特点 打胡子 打胡子 打眼睛 动不动就怎么样 发脾气 吹胡子瞪眼呢 对不对 哎所以说张飞是一个脾气性格 非常 暴躁的一个人 动不动就火了 对不对 哎 好 所以这三个人物 通过刚才我们简单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人物的性格是很 什么呢 还记得刚才写的那两个字吗 是很什么的 两个字 坚明 坚明的 对不对 个性特点是很坚明的 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 还有吗 还有哪些人物 有个性的 比方说 苏格亮 苏格亮是一个怎样的人 谁来说说 聪明 有技谋 有智慧 足之多谋 我喜欢这个词啊 足之多谋 那是不是说他聪明 因为他聪明 所以他就有智慧 有技谋 他就足之多谋 不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哎 对了 他爱读书 读了很多很多的书 在古书当中 跟古人交朋友 学习古人的智慧 所以说 诸葛亮才具备了一个 平常人没有的能力 叫做什么 上知 天门 下知地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 来形容诸葛亮 叫做什么 神 神 奇 妙 算 听没听过这个词 神奇妙 算的诸葛亮 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不是你聪明 你就可以成为像诸葛亮这样的人 你还要付出努力 读书 读书才能真正的让你变得有智慧 那哪个故事特别能够体现出诸葛亮神奇妙 算 有一个同学们特别熟悉的故事 这个听过没有 哦 曹传借鉴 听过 曹传借鉴 诸葛亮像谁借鉴 曹操 像曹操 这个都很熟悉 对不对 借了十万只鉴 那这个故事当中是不是就可以体现出来诸葛亮的神奇妙算呀 对不对 这个故事都听过 老师不讲了啊 如果没听过的 把这个成语抄下来 回家把这个故事查一查 看看是不是像老师讲的诸葛亮是个神奇妙算之人啊 好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刘官腔除了诸葛亮之外 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起的人物 就是啊 谁啊 曹操 那在读这个三国演义的故事中 我们会发现刘备给我们宽厚仁慈的感觉 曹操呢 我们经常说曹操是个尖熊 很奸诈 狡猪猪 还打坏蛋 因为他懂杀人 对不对 那所以说好像我们 在我们看来好像感觉刘备是好人 曹操呢 打坏蛋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 你能明白吗 因为啊 同学们想想 这本书 它虽然是跟历史有关 但是是不是完全就把历史 现实给搬过来 他还加入了作者的什么呀 他的思想 他觉得这个曹操不好 他就把曹操塑造成了 让人觉得是一个大坏蛋的形象 其实历史上曹操 他也是有可去之处的 对不对 除了我们刚才所理解的那个奸诈教华之外 曹操还是一个怎样的人 曹操称相是曹操的故事吗 是吗 曹操 是他的儿子 对不对 那曹操 他身上有哪些故事 同学们把书打开 我们来看一看 有一个故事 叫做 妄媒止渴的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 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 爱骗人 爱骗人 那曹操骗人 你觉得他骗得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呀 来 王彦博说 为什么 因为他要加快行军的速度 如果他说 兄弟们 附近没有水源 我们忍忍吧 结果是什么 走得更慢了 更慢了 甚至有人就不走了 反正也是渴死 渴死算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骗人 骗得好 说明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 聪明 聪明 而且哪句话说明他聪明 快 找找那句话 曹操 脑筋一转 办法来了 说明什么 脑筋一转 办法就来了 不是说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 等会儿 别说话 我想想 我想想 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脑筋一转 办法就来说明曹操 非常的什么 细致 非常的什么 机智 对不对 脑筋一转 就有办法了 很机智 聪明的一个人 那这个故事 妄梅止渴的故事 这个词 妄梅止渴 意思你能了解吗 妄梅 梅子我们都知道 有什么特点 酸 一想到酸梅子啊 醋啊 我就开始怎么样 流口水 所以说 这个时候曹操就利用了这个特点 对不对 告诉大家 前面有梅林 大家一想用 马上就要喝到水了 想到了梅子的酸 就开始怎么样 流口水了 好像感觉也就不那么渴了 对不对 那真的有梅林吗 没有 这是什么出来的 想象出来的 想象出来 空想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妄梅止渴的意思是什么 用 用什么来安慰自己啊 用空想来安慰自己 对不对 愿望实现了吗 能实现吗 没有梅林 你还能实现愿望吗 不能 愿望无法实现 所以 妄梅止渴的意思 再说一遍 用空想来安慰自己 必欲愿望 必欲愿望 无法实现 跟哪个词意思特别像 跟有一个词叫做 画饼充击 意思是不是很像 画个大饼 就怎么样啊 填饱肚子了 不饿了 这 真的吗 不是 又是在什么呀 想 对不对 空想 好 这两个词 你感受一下 好了 通过妄梅止渴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一个 很机智的曹操 对不对 另外 曹操老师告诉你 他还是一位 伟大的诗人 了不起的大诗人 他曾经 在一首诗当中 有一句话 影响了很多 很多人 哪一句话 我们来看看 读过没有 没有人不知道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曹操 他还是很厉害的 很有才的 所以我们又得出来 一个结论 对待一个人 看一个人 是不是 我只看他身上的 缺点不足啊 不是 我们早就说过 从小我们就知道 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古代的人 现代的人 你是大人 还是小孩 每一个人身上 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个人 要多角度的去看他 不能光看优点 也不能光看缺点 对不对 看到他的优点 我要向他去学习 缺点呢 我要看他 我身上有没有缺点 我也去改正他 另外 三国演义当中 有很多的故事人物 所以出现了 邂逅语 很多的邂逅语 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邂逅语 我简单说一下 邂逅语 首先我们来看 几部分组成的 几部分 两部分呢 对不对 这两部分的特点是什么 前面这一部分 就好像我们猜谜语一样 那个谜语 对不对 后面的这一部分 就好像是什么呀 谜底 对不对 你想想 诸葛亮借鉴 就好像是个谜语一样 你想到了什么 他借了曹操的鉴 他会去把鉴还给曹操吗 不会 这就叫做什么 有鉴无还 就好像谜语和谜底的关系 说了前半句 前部分 我就能很自然的想到 下一部分 这就叫做什么 歇后语 感兴趣的同学 回家读一读 看一看 歇后语 好 最后一本书 我们要讲的叫做什么 水 嗯 终于听到了一个水许的声音 啊 叫什么 水 虎 传 读许的那个同学 赶快把拼音给我写上去 水虎传 他的另外两个名字 同学们听一听 中意水虎传 江湖豪克传 为什么在水虎传前面 又加中意两个字呢 哎 因为他讲的是什么故事 英雄人物的故事 英雄 他具备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 要讲究忠诚 你要讲义气 要不你能成为 能称你为英雄吗 对不对 所以把英雄的两个特点 站在前面了啊 了解一下就行 好 那谁写的 记住了 是一个叫做 施奈安的人写的 施奈安 施奈安 如果你不认识这几个字 你把拼音也给他写上啊 施奈安 那据说 有很多人说 这本书 《水虎传》除了 大部分施奈安写的 在后三十回 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冠中所写 后三十回 据说是罗冠中所写 所以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他这样问你 《水虎传》的作者是谁 一个横线 你写谁 施奈安 如果两个横线 你再把谁加上 罗冠中也给他加上啊 好了 那他讲了很多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英雄人物 那都有哪些英雄人物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们英雄人物 还有头老大 是谁 宋江及时雨 对不对 另外还有豹子头 谁呀 林冲 都没读过 没读过 客厦要找来读一读 花和尚 这个长得粗粗壮壮的 这个人叫做什么 鲁志生 以后啊 我们再大一点 后会学到一篇课文 叫做鲁提侠 拳打正观期 那鲁提侠讲的就是 鲁志生 另外还有一个 黑旋风 有人说张飞 是挺像张飞 是张飞吗 不是 这是黑旋风 李逵 对不对 那通过他的表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肯定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脾气暴躁的人 对不对 好 这些人物 都是出自 《雪虎传》当中的 英雄人物 老师找了一些 我们来看 他们的称呼 天魁星 呼宝义送江 天勇星 大道观圣 天猛星 霹雳火勤鸣 等等等等的 这些 你读完之后 你会发现 有什么特点 前面都是 它是几个字 你看 前面三个字都是 天什么什么星 后边有地 什么什么星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后边 我们再看 最后的这几个字 无用 林冲 严卓 朱童 董平 徐宁 十千 这是英雄人物的什么 名字 除了名字 你再看 大刀 霹雳火 智多星 豹子头 双鞭呼 美然弓 这是在说 英雄人物的什么 特点 特点 它的特点 可以是 大刀 观圣 说明 观圣 他 有大刀 耍大刀 很厉害 对不对 还有智多星 说明什么 聪明 聪明 现在我们也经常说智多星 再比方说 这个 神医 什么 什么 厉害 医术高潮 是不是都在说明 每个人物的特点 对不对 每个人物的特点 了解一下 好 那在《雪虎传》当中 这么多的英雄人物 也给他分了两类 那两类 我们来了解一下 天什么什么星 这是属于一类 我们称它为天 刚 这个字念刚 了解一下 地什么什么星 这一类 我们称它为地霞 天刚和地霞 你们告诉我 哪个地位高一些 天 天呀 对不对 在上边的 天刚有多少位 三十六位 地霞有多少 七十二 所以 天刚地霞 加起来 《雪虎传》当中 一共有多少位 英雄好汉 一百零八将 对不对 这个应该不会算错了 对不对 一百零八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关于 《雪虎传》 感兴趣的同学 回去之后 读一读 刚才说 豹子头是谁呀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是 林冲 林冲 他身上发生了 哪些故事 回家读一读 好不好 了解一下 这些人物 好了 下课吧 今天不曾是 其中心 该闪了 赛 各地的 相互 各地之所 相互 相互 睹 你 这